在我身後就是墨爾本聖伯都禄大教堂 是南半球最高最大的天主教堂 你看到它的設計非常漂亮和特別 因為是歌德式的建築 在我身後就是富克船長的小鹿 他是第一位英國人登陸澳洲 為了紀念他就把英國故居搬到墨爾本重建 我現在就在菲利浦島 亦是叫企鵝島 為甚麼呢 因為這裡可以找到唯一種生長在澳洲的企鵝 亦是全世界最小的企鵝 神仙企鵝 最後五分鐘這些小企鵝就回巢 前面就是小屋 都是當地的學生 給他們在裡面敷彈 他們的身高平均只有30公分 而每一年都會吸潤來自西加各地的旅客 來到這裡觀看難得一見的新泰景觀 為了佈 這裡每年限定50萬人次來到這裡觀看 在日出之前 神仙企鵝會出海覓食 在晚上的時候 由大海之中登岸回家 這裡除了可以戶外看神仙企鵝之外 如果大家怕冷 可以留在這裡室內看他們的 好近的都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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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